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光临旧间青年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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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房卡 那我们这边请喔 谢谢 你好 这边是阅读室 欢迎进来参观 欸 你们看 那我们这边请喔 这里是我们旅店的大堂 每天都会有形形色色的人 在这里做出入 有些人是因为赶路 而选择这里当作落脚处 您是哪一种旅客呢 那我们都可以走走看看喔 嘿 新来了 Judah 小心 脚头住里面 哎 ну 昨天晚上今天要来住 老家 好 来稍微看看喔 哎 对不对 啊 不过喔 今天这里这里只能点30分钟而已喔 可以呛 诶 嘿 嘿 对啊 欢迎订阅我们这一把 我们酒吧不卖酒 卖的是一种回家的感觉 这是你的特效 加油老步 喝喝看 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煤彩的采集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困难 因为其实在这个百年监狱里面这个建筑 它其实是我们需要对它很友善的 所以我们想了很多不同的一个素材 因为整个监狱的感觉是比较沉重的 所以我们希望用比较轻的完全反差 翻转了这一个对监狱的一个印象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其实这个场域里面有缩胶栏的这个元素 有的是像灯的部分 其实有像咸酥鸡的那个肉斗篮子的部分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摄取这些所有的元素的时候 最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准则 那为什么色彩是这些六种缤纷的颜色呢 就是因为过去其实是单一色彩 在一个没有颜色的场域里面 你就会感觉到害怕或恐惧或者是单调 那我们希望开了这一个hostel 其实是很欢乐的 而且让很多人是喜欢的 不管是年纪大的或年纪小的 最开始我们在思考这个展的时候 我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是我希望嘉义人可以很骄傲来看到这个展览 那因为我自己每一个区位我都会去跑 我就有印象我在接待区的时候 等候排队进来的民众 我真的看到很多 他可能是五六十岁 可能是很像我庙口会遇到的一个阿伯 很大声的问着我们说 你这是在做什么耶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服务人员 会很认真的用台语跟他解释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旧监狱改成青年旅店 我觉得这一幕一幕是很感动我的 或者是我真的看到嘉义人 或者是一些平常不会看展的人 走进我们的展区 然后我也看到志工很发自内心的 要去服务每一个人 那也是这个展 除了我们透过青年旅店 透过这个概念翻转了旧间 打开这个旧间以外 我真的看到有一个蛮强烈的生命力 去年让旧间自由就成功的把旧间的场域打开 让大家对于这边有各式的想象 那今年就更具主题性的变成是旧间青年店 来款待大家的一些 就是全台旅客的一些精神 那我们再来是续继的这些跟志工 跟社群的能量 然后我们再回到宿舍群 继续做常态的扎根 跟持续的一个演练 其实我刚到嘉义的时候 在七年前 我们遇到很多朋友都会说 为什么要回到嘉义 回到嘉义做很多事情 大家会觉得嘉义有可能吗 可是透过这次设计展 透过这次青年旅店 大家的凝聚跟链结 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 只有嘉义有可能 谢谢大家 欢迎回家 又间青年旅店 得你白素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尽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这个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